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科 唯有你圣个一切 今天是8月1号 题目是他的神圣 听闻记彰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奈文是这样说的 白许你还记得多年前 非常流行的3D拼图和图片 我完全看不见那些 别人眼中声称看谱的图画 直到我生日那天 我收到一份3D图片的礼物 朋友花了一些的时间 教我怎样聚焦我的视线 我永远不会忘记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按照朋友的指示 我的眼睛开始在画面中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 我现在终于也都看见其他人 坚称他们所看见的东西 这些发现真是激动人心 约翰对耶稣的介绍 绝不仅仅止于他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位先知 也都不止是一个会行神职的人 他希望我们看到耶稣超越人性的画面 与此同时 他更加提供了关于他神圣的经人事过 约翰福音的聚述 追溯至耶稣诞生之前 他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太初有道 这个刻意提醒我们 圣经第一端书 创世纪一章一节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与他是相似的 他说到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 约翰福音一章 一一二节 从一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永恒存在的上帝 这个道不是被创造出来的 他是上帝 宇宙一开始 就是与上帝同在 约翰讲耶稣就是上帝 他从起初就与上帝同在 但是他与父上帝是不同的 他以这个宣告开篇 这个是一个大胆的声称 因为犹太教 无论古今都是一神论的宗教 基督教也是一神论的宗教 但其相信的三个 慰格的一个上帝就是圣父 圣子和圣灵 我们称之为三一真神 这个对犹太教来说 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开始 和结束是一样的 耶稣是上帝 当我们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并不是在谈论 另一个从上帝而来 有能力的先知 或者是受高者 虽然耶稣都具备这些的特质 我们是奉宇宙中最强的道 的名义来祈祷的 就是那位全能 无所不知 天地的创造者 人类的救主 也都是那位爱我们超越一切 和他自己的上帝 今天说到这里 欢迎下次继续收听 拜拜